台北股市昨天开高之后呢 呈现了高低点的不到53点的 霞幅的震荡走势 在成交量持续没有办法放大之下呢 中场小涨了14点 而成交量是持续萎缩到了668亿元 这方面外资跟投信持续在现货呢 是持续呈现了绿色珠状体 都是卖超的表现哦 而我们看到这本土自营商 自行买卖的部分呢 则是连续的买超 三大法人在操作当中 仍然没有完全的一致哦 前十大交易人 在期货进多单上升不到千口 整体口数变化不大 而选择权的部分呢 整体poco ratio微幅上扬 在区间整理的行情当中 买权跟卖权未平仓口数 增加幅度相差不大 外资呢 在期货进多单小幅度的增加 而自营商呢 期货的进空单 也呈现小幅的减少哦 外资呢 选择权不论在买权或卖权 都呈现了买超 而从契约金额观察呢 买权的部分 增加在履约价较低的卖权 卖权则是呢 持续加码 履约价较低 也就是价外的卖权 自营商也同样在买卖权 都呈现了净买超 从契约金额观察呢 买权的部分 则是买进履约价较高 卖出履约价较低的买权 这是属于呢 看不涨的 买权空头价差策略 而在卖权的部分呢 呈现了买超近8000口的卖权哦 从金额分析可以看出呢 昨天自营商在选择权的部分 是呈现比较偏空的操作了 整体上呢 大盘的成交量 一直没有办法有效的放大哦 同时市场当冲比例又增加 显示市场信心仍旧不足 加上外资跟投信 在现货筹码面 并没有明显的转多 甚至还有逐渐松动的迹象 自营商呢 虽然说手中的期货空单有减少 但却加码了买进卖权 在节目当中也提醒过您 就外资或自营商呢 虽然说在期货选择权 看似是多空分析的 但他们各自呢 都有避险的部位 一旦行情反转呢 只需要做反向的出场 目前看起来自营商 似乎是越来越有这样的迹象哦 而外资方面呢 虽然说多单小量的增加 但也都持续加码价外的卖权 我们将持续为您掌握 筹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